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子学习佛学并博览佛家经典 圣德太子采用中土文化 佛道两家及辱学的德裕教会 颁布17条宪法 此宪法内容被称为日本今日文化的基石 根据日本史圣德太子撰立 所说 圣德太子还没有降生时 她的母亲在梦中看到一名金色神僧站在她的面前 僧人说 我有旧式的愿望 想暂时寄宿在王妃的腹中 王妃问 您是谁 僧人说 我 旧式的菩萨 住在西方世界 王妃说 可是我是俗人 腹部肮脏 贵人怎能寄宿呢 僧人说 我不介意 只是希望脱生人间 王妃不敢再推辞 王妃怀孕后 变得聪锐慧敏 尤其善于辩论和领悟法理 王妃分娩时 从西方设下金色的光芒 照亮了王宫 敏达天王听说此事 率人一同探访 那团耀眼的金色光芒依然存在 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下 圣德太子三十六岁时 奏报天皇 臣的前世在汉土修行 曾经送持一部佛经 至今还留在恒山 希望您派遣使者前往汉土将他取回 以作为矫正失误的标准文本 天皇听后非常惊奇 问哪位大臣能担当初始大任 圣德太子悄悄为上百名大臣项面 随后回奏说 小野妹子最适合 同年七月 小野妹子等人奉行初始隋朝 太子对妹子说 在隋朝江南道有一横州 州中有一座横山 就是南岳 山中有一座班若台 沿南西走三四里 会看到骨狗旁有一扇门 当时一同修行的僧人 已签化 还有三人 你带着这些僧福 以我的名义送给他们 昔日我在恒山修行 常常诵念一卷佛经 还留在那儿 你帮我取回来 小野妹子率领使团到达隋朝后 他按照太子叮嘱的路线 循迹而去 果然看到骨口有一扇门 小野妹子用日本方言高声喊道 惠思禅师的使者来了 院里的三位老僧 闻声出来 妹子对着他们 再三礼拜 虽然言语不通 但书写的都是汉字 双方就在地上 一面写一面沟通 三位老僧 终于明白小野的来意 喜悦地接受了 太子赠送的衣服 并将惠思禅师 生前读的那卷佛经 以及舍利 名乡 书信等物 一并交给小野 由他带回日本 这段记载出自日本古史 圣德太子专利 圣德太子摄政后 一直勤心 竖政和佛学 并未到过中国 而使臣根据太子的叮嘱 顺利地找到了那卷经书 因此 后世认为 臣朝 惠思禅师签化后 脱身为日本太子 为的就是兴隆佛法 这一说法 也被大唐高僧 建真所肯定 那么 备受日本和汉土生重 尊敬的惠思禅师 究竟是何人呢 惠思禅师 俗名李 年少时 他就以宽宏 人数文明相礼 十五岁那年 他在梦中看到一位 天竺凡僧 劝他出家修行 于是辞别父母 步入佛门 他跟随 慧文学习禅定 一日 禅定中 他的身体 好像得了重病 四肢贪软无力 痛苦得身不由己 惠思自我审查 意识到 这是自己 往日造下的罪业所致 惠思对身体的痛苦 置之不理 将自己的念头 紧紧抓在手中 一心一意入定 随后 惠思感受到身体 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 轻轻飘飘 非常清静 由此 禅定 也进入圣境 在善恶同在的尘环 并非所有人 都能认可修行之人 一天 一个厌倦僧人的乡民 一怒之下 将惠思居住的草房烧了 这个乡民后来 得了一场大病 百依无效 并入稿乡的乡民 找到惠思 独成地向他忏悔 并重新为他搭建一间草屋 惠思在草屋中 像往常一样 诵经礼佛 不久后 这个乡民的病 竟自己痊愈了 惠思常常在梦中 得到凡僧对他的开示和教诲 梦见 弥勒和弥陀 为他说法 惠思想 能在末世受到佛陀的引导 真是三生有幸啊 古往近来 因为嫉妒 制使人失去理性 加害修行正法的人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惠思深具才德 对道法领悟也颇为灵敏 有人怨恨他的聪慧 就在他的饭中下毒 但却未能得逞 外道人的策划谋害他 也都没能实现 惠思对此都不放在心上 他说 昔日圣人在世时 还要遭受流言蜚语的毒害 何况我是无德之人 这些加害难以逃脱 是因为我前世 做了错事引起的 加害我的人来了 我要坦然接受 以此赎清我的罪过 陈朝光大年间 惠思带着众徒 迁移到南越 惠思在此受徒 声望日龙 众人也都慕名而来 有一个异道 因为妒忌惠思的名望 于是密告陈朝皇帝 说惠思聚重造反 经查证 实为诬告 不久 这个告密的异道 就暴毙身亡 另外两个参与告密的人 无意中被疯狗狂咬身亡 陈朝皇帝钦佩 惠思道法高深 传指派人将惠思 接到七拳寺 接受朝廷的奉养 陈朝大臣 以及僧俗大众 都为惠思的说法而倾倒 大都督吴明澈 敬重惠思德行 送给他一个 非常昂贵的犀牛枕 李孝威将军 到寺中拜见惠思 他在半路上曾想 想看一看犀牛枕 等来到惠思的住处 禅师对他说 将军想看犀牛枕 请随我来吧 一天 李将军正在府中处理杂物 突然心有所感 要赶快打扫一下庭院 一会儿圣旨就到 李将军命人清扫宅院 刚扫完 惠思就到了 李将军惊喜之余 又仰慕不已 惠思想回到南越 众人不敢挽留 恭敬地用船 把他送到江边 惠思禅师离开后 陈朝皇帝每年派人 传达三封书信 以表对禅师的敬重和签念 公元577年 惠思特意从山顶上下来 住到半山腰的道场 召集大众 他阴阴劝导众生 在他签化后 要勤修佛法 苦行之事虽然艰难 但也要坚持下去 圣德太子和惠思禅师 身在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时代 却都致力于兴隆佛法 广兴善化的大业 在这期间 日本从推古朝到大化革新 被称为飞鸟时代 这时期 日本佛教文化兴起和广传 成为日本当时文化繁荣的亮点 圣德太子 多事在恒山修行 以生生世世积累的福德 振兴日本佛法 并如愿以偿 他和恒山的起源 也在日本留下千古佳话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最近 我从网上看到这样一位奇人 他就是投胎转世而来 而且身上还带着一枚前世的印章 轰动全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少年前世夭折 托梦给奶奶 这位转世男子叫吴鹏 是一名洞族人 现在全村都 因为 他前世怎么死的 叫什么名字 都能一一说出 原来 吴鹏的前世叫龙永华 是邻村村民 龙张贵的儿子 47年前的一个深夜 年纪不大的他 突然发高烧 疼痛难忍 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 突然停止了呼吸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而疼爱孩子的奶奶 始终不愿意相信 他病死的事实 于是取出孩子父亲的印章 朝他的屁股盖了上去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凭着这个印章 找回自己的孙子 神奇的是 在孩子去世前 就托梦给奶奶 要找姓吴的家投胎去 一开始这个奇怪的梦 让龙掌柜的家人 很是迷惑不解 但是孩子死了 家人光顾着悲伤 也没心思去考虑梦的含义 投胎转世 身上惊现前世印记 这个孩子去世不久之后 邻村便有一户人家的孩子出生了 这个孩子就是吴鹏 吴鹏一出生 就传遍了整个村 因为他一出生身上就有一个章 印着龙掌柜三个字 所有人都惊奇地说 龙家的孩子投胎来了 不过这个章没有在屁股上 而是在耳朵后面 这会不会是巧合 是一个普通的胎记呢 绝不是 因为随着吴鹏的长大 当他开始会说话时 竟然一点一点地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前世 就连吴鹏的小学班主任郭老师 都可以证明 这绝对不是巧合 一天 吴鹏问老师 你是詹木桥吧 老师说 是的 你怎么会说汉语呢 吴鹏却说 我上辈子就是山木桥定西的 今生转世 现在这里的 而且 他还把前世印记给老师看 并说 爸爸妈妈舍不得我 于是在屁股上盖的印记 今生转世在耳朵后 这可把老师吓坏了 为什么他能记得前世的事情呢 惊吓之余 郭老师发现 一个从来都没有离开洞寨的孩子 怎么会说汉语呢 而且还是纯粹的家乡土话 如果不是前世的这份姻缘 吴鹏从小一口流利的汉语 又该如何解释呢 老师还发现 吴鹏在上课时 能做到不学自通 竟还说 我早就学过了 我都会 最终 吴鹏找到前世的家人 一见面 吴鹏便认出了前世父母 而且还说出前世发生的很多事情 无一错误 现在 前世 今生 两家人 就像亲戚一样 幸福美好 前世的印记 真的会延续到今生吗 曾有一名男子 叫唐江山 他两岁时 就可以说出自己的前世 还能清楚回忆起 自己前世生活的地方 六岁时 他想回前世的家一次 今生父母便陪他前去 竟发现和他说的丝毫不差 这时 人们才相信 他的确是转世再来 另外 他前世腰部 有被砍的刀痕 而今生恰好也有 实在太神奇了 另一个奇人来自印度 他叫做阿杰 他就更神奇了 五次转世 同一个家庭 十六岁的印度少年 阿杰死于车祸 但他留下了惊人之语 与悬疑轮回事迹 少年自称 五次转世 投胎同一家庭 阿杰生前曾告诉家人 在1984年到1993年间 他以人 苍蝇 蜜蜂和蛇的形态 在同一家庭 转世了五次 他的老祖母对他的话 半信半疑 但是他仍心存一丝希望 期盼阿杰 能再次投胎回到家里 据印度媒体报道 在印度北方邦的 加斯根捷地区 印度少年自称 五次转世投胎 同一家庭 阿杰的主母 兰姆贝蒂说 原先我们以为 他在编故事 但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他仍然坚持这个说法 并说 他在这个家 第一次出生是在 1984年 那时 他是我的儿子 他死时 只有六岁 的确 兰姆贝蒂有个儿子 只活到六岁 当年一位邻居 妇人没有子女 十分嫉妒 兰姆贝蒂 在一种当地 常见的甜点里下毒 他死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当他说这件事时 我们感到震惊 兰姆贝蒂说 这件事少有外人知道 阿杰竟能讲得十分详细 阿杰告诉他的家人 当他再次投胎 他变成苍蝇 之后是蜜蜂和蛇 在1991年 有一条蛇在院子里出现 被我婆婆打死 阿杰说 他就是那条蛇 兰姆贝蒂说 阿杰之后投胎 成为兰姆贝蒂 女儿的儿子 但当他仅两岁时 又因吃甜点椰死 到了1993年 他投胎成为 兰姆贝蒂 媳妇的儿子 少年自称 五次转世投胎 同一家庭 并记得他五次转世的 每一个细节 兰姆贝蒂说 他们带他去许多寺庙 或找巫医求助 希望了解这些故事 是否是阿杰的幻想 但阿杰的描述 又让人不能完全不信 兰姆贝蒂的家人 仍对阿杰的死感到哀痛 不过 他们也好奇 他会以什么样的形体 再转世回到家里 在他之前的每一次转世 都没有过完完整整的生命 我们为他祈祷 我们正咨询四思 要为他举行一次仪式 让他的灵魂得到平安 人为什么会转世投胎呢 法剧经生死品说 生死品者 说诸魂灵王神在 随行转生 大义是讲 人的灵魂死亡之后 其精神悠在 随顺以往的业力 转世投胎再生 人又为什么投胎 会丧失记忆呢 按照佛经 这是隔音之谜 佛说 入胎 住胎 出胎的痛苦太深 把记忆完全丧失了 南怀锦先生在讲 南禅七日时讲过 入胎 神识在入胎时 就像一只苍蝇 突然进了电风扇一样 更确切地说是进搅拌机 马上被搅进去 并给搅晕了 仅这一关 就能让我们一般人 完全失去记忆 住胎 佛在经中 称住胎时为胎欲 和坐监狱一样受罪 即使前面入胎时 没有迷倒 到这里 闷十个月 也给闷迷了 出胎 佛说 如千针刺鲜肉的痛苦 所以 小孩生出来 皮肤碰到空气 就如拿千万把针头 刺扎鲜肉一样 没一个不哭的 太痛苦了 即使是一个人修行得很了不起了 能够坐到入胎 住胎不迷 但是到了出胎这一关 非迷不可 能够出胎不迷者 那真实正果的大阿罗汉 乘愿再来的佛 菩萨 圣人了 所以 从这些内容可以明白 一定知道 要真实地断恶修善 求生 阿弥陀佛净土 否则 无始无终地轮回 永无修止 愿大家 不再贪恋 婆娑世界里的 明文利养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唯愿清净身心 速归净土 然后 回入婆娑 度一切 如母有情众生 这些生生世世的 六亲眷属 都得 速出轮回苦海 离苦得乐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拜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近日 有一个法医佛友 私信我 告诉我 他通过工作 竟发现了因果 真实存在的证据 远与大家分享 这 就是他的字数 我是一名 司法医学警察 就是 俗话说的法医 我工作的 这个实验室 专门为 两所中级法院 和四个区县 公安分局提供 司法医学 鉴定上的 支持 简单一点说 如果哪里发生了命案 就会把尸体送到我们实验室 由我们进行检查 造出死亡原因 出具余份报告 递交给法院 或者公安局 人有生 必然有死 人的死亡原因 五花八门 很难想象 但是 在我们出具 正式报告的时候 有严格的格式 分为 根本死因 直接死因 辅助死因 诱导死因 以及联合死因 但是 这样的解释 真的能够解答 一个人为什么会死去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吗 我从事法医工作26年 一直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 因为在同样的损伤下 有的人会死掉 有人则会活下来 有人遭受了很小的损伤 就死掉了 有人则遭受了很大的损伤 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后来我接触了佛法 在对佛法有了一些 出浅的认识之后 对这个问题就释然了 死亡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个结果 是因果律的一个环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我们就能够十分清晰地 认清死亡的真相 所以 最近几年 我对自己经手的案子 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 做了很多笔记 越来越感到 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 它是英国铁律的最好证据 我听到有些亡者家属 向我痛苦地陈述 为什么死者那么善良 却偏偏终年早逝 为什么某某坏人 坐进了恶事 却享有高寿 为什么一生谨慎的人 却遭遇飞来横祸 为什么那么粗心大意地满汉 千万次在马路上横冲直创 却从来毫发无损 我就想 所有的怨恨 都来自于对因果的不明 杀鸡为业者 被亲生子女割喉而死 这是最让我困惑的一个 灭门案子 这个案子直接引导 我走进了佛门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为拖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调查得比较深入 2002年 一个28岁的小伙子 在深夜杀死了自己 60多岁的父母 两个死者在半夜熟睡的时候 被捆在床上 然后被割喉 鲜血溅到墙上 血迹成点状喷射 凶手当天晚上逃逸 后来在南方某小城市被捕 凶手已经结婚 育有一个儿子 案发的当晚 妻子因为离婚争持 而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避开了这起杀人噩梦 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案子 而且检察院有口供 有完整的证据链条 甚至有目击证人 应该从严从快从重判决 果然 一审很快就下达了死刑 立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但被告律师 以犯罪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申请进行精神鉴定 为由上诉了 二审又拖了很长时间 结果已事实不清 退回一审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又要求检察院 补充侦察 充实证据 这样又拖了很长时间 最终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被告律师再次上诉 结果被驳回 判决成为终审判决 这个案子就这样完结 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四年之久 我出庭作证七八次 在补充侦察期间 又对死者全家进行了深入调查 积累了大量资料 起诉书解释被告人的杀人动机时 说凶手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从小被溺爱 性格十分的张狂偏持 因为家庭住房紧张 凶手结婚后 夫妻俩一直与老人生活在一起 矛盾冲突频发 案发前几天 父母与妻子再次爆发争执 凶手要求父母给钱买房 父母表示暂时没有钱 并且责怪儿子丢了工作 没有能力 在邻居面前都没有面子 你而激发了凶手的杀人恶念 但是 这真的能够彻底解释凶手的杀人动机吗 世界上被溺爱的儿子那么多 发生争执的家庭那么多 怎么偏偏就这个凶手会蒙发 杀死亲生父母的念头呢 在卷宗里 我发现了这么一段很惊人的口供 凶手是这样说的 我早就想杀了他们 他们很没用 给我买套房 也没那本事 死了算了 我盘算这事有好几个月了 但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不愿意让他们死得很痛苦 我想给他们喝农药 但去药店半路又回来了 因为农药会烧坏肠子 我又想用电动车 带他们的水库去玩 把他们一把推到水库里淹死 但那天也没有实现 所以翻来覆去地想 还是割喉比较好 没太多痛苦死得快 当我看到这一段口供的时候 我脊梁骨冷嗖嗖的 因为在我调查过程中了解到 被杀老两口在农贸市场上 开了一个活鸡宰杀的摊位 生意做得很好 当我去现场调查的时候 因为这个摊位的主人被杀 别人都认为这个摊位不吉利 租都租不出去 据旁边的人介绍 死者都是将活鸡捆好 倒吊在一根铁丝绳上 然后掐入鸡头 将鸡进行割喉 鸡血也不会浪费 还能卖钱 这个生意 死者已经做了一辈子 赚了不少钱 而且据说这个歌喉宰杀活鸡的手艺 还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 我记得就是这件事 让我开始对自己信奉的逻辑 产生了质疑 让我对因果律 有了特别刻骨铭心的认识 当天晚上 我几乎一夜未眠 虽然我不敢那么确凿地说 就是因为死者一辈子宰杀活鸡 对那么多活鸡进行割喉 所以才导致了自己被亲生儿子割喉的厄运 但这种巧合 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吗 我就是这样对佛门的因果律产生了信仰的 对于医生来讲 死亡其实是一种疾病 或者损伤必然导致的结果 因此 医学对于生命的认识 对于因果的认识 就变得十分机械 简单 甚至粗暴 于是我常常反省自己 这种解释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 很直观 但真的能够解释生命的因果吗 我是一个佛弟子 同时 我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医生 对科学与信仰 我都保持着敬畏之心 但是 我不能不说 科学的局限 的确残酷地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一个人必然会死去 他死的时间 死的方式 死的痛苦与否 的确与他的所作所为 有很确实的因果关联 我相信 假如我不是因为相信了佛法 因此利用业余时间对死者背景进行了解更多的调查工作 我也会简单地将可怕的死亡归结为损伤 疾病 暴力犯罪什么的 在我经过大量的调查深入分析之后 我发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点不错 但是 这种因果律有的时候十分明显 一眼就能看到 但很多时候 这种因果律表现得十分隐蔽 曲折 除非有很深的洞察力 否则很难看清楚里面的奥秘 不过 如果我们对佛法有坚定的信心 就能够知道 所谓善终 一定是一种结果 而这个结果 一定是因为某些重大的原因 所谓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总结我自己这些年来 所记录下来的死亡笔记 只能感慨地说 佛法所谓 众生业里不可思议 确实是至高至真的真理 这是毫无疑问 句句诸击的 唯有用这个真理 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里的生死问题 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其他的解释 则都是皮毛而已 尤其是以医学解释死亡现象 表面上很有道理 其实真的是南辕北辙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